厨人,你吃饭了没有?饿不饿?我让厨娘给你炖些鸡汤喝。 夫君,我吃过了,就是喝的鸡汤,你不用再交代其他人了。 那就好,你身体好些没有?大夫开的药,一定要记得喝。生了孩子,身体肯定会受到损伤的。 我知道了,你和恩人他们吃完饭了。 刚刚吃完,喝了点酒,我还是不抱儿子了。 恩人叫什么名字啊,特别是那个小姑娘。 儿子能活呀,还真得多亏了那小姑娘。 哦,看来这其中有不少曲折呀。 那小姑娘做了什么?既然让夫人你这么感激她,你给我从头说说吧。 说起来我还真是有些后怕,表妹介绍的那个老嬷嬷,当初说了她有多少的健身经验,很是有本事。 我看肯定她就是故意的,生产的时候一点也没有经验,反而是吓得脸都白了,一点忙都帮不上。 夫君,那个嬷嬷一定要受到严惩才行,竟然敢欺骗我们。 这次我带着她出门,还以为是有备无患,没想到一点用都没有。 当真,真是岂有自理,我立刻让下人去处置了她,竟然敢蒙骗我们,不知道这可是会出人命的吗? 夫人,让你受惊受苦了。 现在不是没事吗?我和孩子都好好的,就已经很好了。 还好那时候有那小姑娘在,是她救了儿子,让儿子活了过来。 她就是我们家的恩人,是我们家的福星。 夫君,说是可以。 我想,我想让那小姑娘当干闺女,你说好不好,儿子也能有个干姐姐。 好,夫人说了算,刚好我们就只有一个儿子,我也想要一个像南南那样可爱的闺女。 你说那小姑娘叫南南,我到现在都还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。 小明南南,大名云小五,这次来府城,是为了看她两个哥哥的,她两个哥哥也是有大才之人,刚刚成人就烤上了秀菜,实属难得。 我就知道,恩人家肯定不是一般的庄稼人家,不然怎么可能会有马车呢? 夫人好好休息,孩子有奶娘看着,你不用担心。 好好睡一觉,明天要让南南过来,顺便跟云老哥说说认甘亲的事情。 恐睡了自家夫人之后,李文轩便直接找到了管家,直接让管家把那个随身出门的嬷嬷压到自己的面前了。